第二百九十一级 你们鼻子还真是很灵啊 这么快就寻上门来了 这么说我青霞门失踪的几人是你杀的 原来你们并不知道 为何向我出手 你行迹可疑不像是实债众人 却又不凡的修为 自然要拿下你一问 好大的口气 这样就可以随便出手 不知死活 敢对我青霞门出手 也不知是谁不知死活 那名彼岸境界的修士 命令九名神桥修士上前围杀叶凡 叶凡大袖一挥 何必这么麻烦 我送你们都上路吧 一下子将九名神桥修士都收了进去 他飘若仙人 那名彼岸境界的修士震惊 你 你也上路吧 叶凡大手探出 如五指山一般压落了下去 彼岸境界的修士 祭出的所有武器 全都被掌指碾碎了 他自己也落入大手中 后方 王叔与二愣子目瞪口呆 感觉不可思议 这不算什么 这仅仅是力道的运转而已 进入道宫秘境 轻而易举就可展出 当然 别人展出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威势 我们去青霞门 真的要去端掉这个门派啊 王叔呆呆发愣 指住恶手其余人留下 我决定了 要建立一个门派 青霞门正好是县城的底子 叶凡带着两人冲天而起 开派 做左 耳愣子捣鼓 开派做什么呀 王叔不解的问 虽然有用处 不久后 叶凡来到了青霞门 地处一块绿洲中 前方传来大贺 何人擅闯青霞 青山绿水 在这荒凉的北域实在少见 青霞门有这样一处灵地 确实有些不凡 去告诉你们长教 我想在此开宗立派 想让他挪个地方 守护山门的人 全都目瞪口呆了 耳呼喝道 你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十八座青山松立 淡雾缠绕 每一道山峰 都有千池瀑布垂落 见其阵阵薄烟 绿水绕山而流 此地聪裕而美丽 泉水咕咕繁花似锦 让这美丽之地 多了一道生气 多了一缕灵洞 在其他各地 这样的景色 也许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北域就很少见了 到处都是石粒 寸草不生 这样的山水 如同仙境 草木风生 水则迷蒙 电雨飘荡 青山绿水 此地实乃秀丽净土 青霞门的人大贺 你是什么人 叶凡直接探指 山门处刻有 青霞二字的巨石 扑的一声粉色 成为土尘 这 所有人都倒些冷气 来者不善 直接击碎了青霞的盘石 这显然是要动真格的 你是在找死吗 青霞门的人震怒 紧来了三个人 就敢大言不惭 要在此开宗立派 实在是太小觑他们了 守护山门的人 全都寄出武器 飞剑 神锤等像是一片光雨 击射而来 叶凡并不在意 大袖一挥 咔嚓声传来 所有武器皆粉碎 坠落在地 命拳境界的修饰 纵然再来百余人 也无法与他抗衡 他猛地一甩袖子 山门处的人 全都倒飞了出去 栽紧瀑布下的水潭内 到了现在 他们知道麻烦大了 快去兵炮掌教 对方深不可测 绝不是一般的狂徒 叶凡站在山门前 背后光滑一闪 多了一百零八杆大旗 这是他昨日花费一天的时间 刻印出来的 在南狱时 灵须洞天的韩长老 将他炼药不成 反赔上自己的性命 在那处洞府 他得到了两卷兽皮古书 其中一卷 便是关于道文的古籍 他进入道宫秘境后 已经能够领悟 这兽皮古卷 虽然不是博大精深的上古秘籍 但也有些独道之处 叶凡所克制的一百零八杆大旗 密布道文 乃是疯困之法 他抛出四杆 顿时锁困了山门 而后他冲天而起 将余切的一百零四杆 制了出去 全都插在了山水间 将十方封锁 大旗烈烈作响 一片迷蒙 消失在了青山绿水外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守护山门的人倒退 山门前 青石铺路 数百几台阶 如长龙横我 两旁草色清晰 鲜腾盘扰 小溪踪踪 叶凡向前走去 我是你们未来的教主 十街而上 不理清颖 没有杀棋 整个人飘逸无比 青霞门的人 纷纷倒退 你 这样一个少年 越是出尘空灵 越让他们心中无底 叶凡不断的点头 此地甚好 实寨所处的绿洲太小了 方圆不过十几里 一阵大风吹过 远处的沙尘就会冲进去 实在让他有些不适应 他喜欢山水 喜欢美景 青霞门确实是 修心养性的好地方 何人搅闹 一声长笑传来 一个老者 如流星破空 降落在山门前 叶凡步履从容 慢慢向上走来 一介散修 名字不提也罢 你想再次开宗立派 这个老者目光森然 脸沉似水 任谁得知这样的消息 恐怕也难以露出笑容 叶凡点了点头 不错 正有此意 就凭你 小小年纪 真是大言不惭 这名老者嘴角露出不屑的冷笑 也难怪他轻视 叶凡相貌清秀 看起来不过十五岁左右 这样的年岁 纵然是圣地的船人 也不见得能够独自挑了青霞 叶凡不急不缓 登上数百级石阶 依水而立 身在水潭边 整个人都沾染了一层水雾 像是折仙一般初始 直到此时 这名老者才看出一些端倪 叶凡就站在他的眼前 却如雾气那般飘渺 捉摸不定 方圆五百里内流寇横行 与青霞们有莫大关联 你是否也参与其中了 你连这都知道 老者心神不宁 不由自主地开口 那没什么好说的了 送你上路 叶凡一下子就飘到近前 伸手向前按去 弓地一声 兵器震动 老者的身体中 冲出了七把武器 刀枪剑机等皆有 划成七道长虹 刺向叶凡的手掌 然而 让他震惊的是 七种武器如朽木一般 寸寸断裂 不开一击 那只如玉的手掌 像是有一种魔性 兵器的确刺在了掌心 但却如黄土一般散落 被彻底粉碎 他大惊失色 这样的手段神乎其神 让他浑身冰冷 快速倒退 既然你们纵容流寇 没什么可说的 送你上路 叶凡反手一压 这个老者当场倒飞出去 数十丈远 而后突然四分无力 守护山门的人 沉默结舌 连门中长老 都被这个少年一手压死 让他们浑身哆嗦 这简直是 神党杀神 佛党灭佛 这是一个少年魔王 谁能阻挡 一巴掌就拍死了 青霞的长老 恐怕就是长教出来 也不见得真能压制 叶凡没有理会他们 继续前行 那些人战战兢兢 躲闪向两旁 什么时候我可以这样出入鸡家 走进遥光圣地呢 他觉得想要成行 需要海量的原方客 轻声四起 青霞门内谷中悠悠 所有人都被惊动了 很多修饰快速飞来 前方流水叮咚 一片片花草 生长在全池旁 一眼望去 叉紫烟红 一条条身影 快速降落 在座里将叶凡三人包围 王叔有些紧张 叶小哥 你们 谁是刘控 耳浪子则非常愤怒 你们三人来自哪里 乱说什么呢 周围的人呵斥 你们纵容陈大胡子 劫掠四方 对普通凡人下手 我不会冤枉你们吧 叶凡从容自入 这么说来 陈大胡子莫名死去 是你做出的 后方 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人 颇有些先锋道骨的味道 慢慢向前走来 道宫秘境的修饰 叶凡露出了一丝亚色 你去看买就是你的 你去看买了一丝互